欢迎来到Terry的健康食谱 今天我要做一个好吃的鱼香茄子 这道菜的关键是茄子既不能太软不成形 也不能太硬不入味 我们来调个汁 碗中放盐 汁染粉 加水 再放入面粉 调成糊状 选两根漂亮的茄子切成条 放入面糊中 让每个切面都沾上面糊 在不粘锅内倒入少量的油抹开 揉烧热后把切条一根根放入锅中 不要马上翻动 在底面重型后 再翻转两面煎一煎 茄子软化后就煎好 放入盘中 再来准备料汁 几拌蒜切丁 醋泡过的姜切丁 新鲜的姜容易坏 我都是放在醋中保存的 葱切丁 彩椒切成小片 炒锅内倒入菜油 开大火将油烧热 倒入姜蒜 辣椒酱炒出香味 油烧热 油烧热 放入蒜肉或计油 油热 半炒 肉热炒下后 后倒入糖椒一区盘 炒出炒 炒熟后 小火 倒入蒜蒜 粉 香醋 搅拌均匀后倒入锅内 翻转几下汁浓厚 放入葱花 浇在茄子上就好了 或是把茄子倒入锅中翻拌几下 让汤汁都沾在茄子上再装盘也行 这道菜叫鱼香茄子 其实根本没有鱼 只是用了稍微一个做法 您喜欢吗 谢谢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